咪咪,快起来念佛了 师父,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昨天累死我了 哦,你昨天都干啥去了呀 师父,昨天我看到经文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姻缘得生彼国 我立马就开始修多善根福德了 嗯? 师父,您看,我昨天念了五万圣佛号 磕了一千个大头 送了五百遍大悲咒 读了十部金刚经 还放生了两只大乌龟 我不是说过念佛就是多善根福德吗? 师父啊,我知道念佛是多善根福德 但是您看,我在念佛之外 再加上诵经,持咒,拜颤,放生 不就比单独的念佛更多了吗? 咪咪,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嗯? 你跟我来 师父,您带我来学校干什么呀? 来听你数学老师讲课呀 啊,老师正在讲书学课呀 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和无穷大相加都等于无穷大 反过来,无穷大减去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也等于无穷大 所以这个无穷大是不增不减的 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和无穷大一比都等于零 所以一个有限大的数和无穷大完全没得比 师父,您是想告诉我念佛就相当于无穷大 而其他修行都只是一个有限大的数吗? 对啊,因为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叫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而我们的种种修行都是从自己的虚妄心中所出的 所得的功德当然就有限了 根本没法和名号的功德相比 哇,这么说的话,那只要念佛就是多善跟福德了 嗯,嗯,如此可教也